今天有看到有一些柯粉在說什麼 都是你們這些台北市議員 都沒有發現阿伯在這樣子搞 不就是你們台北市議員沒有發現嗎 我想說 不是拍一部影片說 北流你蓋你負責 現在出的問題 其實是台北市議員在負責是不是 然後拍一部影片 柯文哲說自己是傻人 其實我覺得他政治生涯的最大問題 不是柯文哲是傻人 因為他智商1571隨時都一直進化 怎麼可能是傻人 智者沒辦法回答愚人的問題對不對 他不是傻人啦 他的問題是他把別人都當成傻人 他覺得別人都比較笨 只有他自己最聰明 這才是他政治生涯當中 我跟你講他所起的爭議大概87% 都是因為他覺得別人是傻人 只有他自己最聰明的過度自信而衍生的 所以這1.9億說真的 說真的他不是一筆台北市付不起的錢 台北市一年總預算1600億加基金2000億 這是台北市可以付的 只是你的程序不對 所以導致了現在找不出任何一個單位 有這筆預算可以來付這個錢 那個利息就在那條表 這個北流我先幫大家把這個 用很短的時間幫大家把前因後果講個清楚 首先第一個台北流行音樂中心 他是最早在2003年阿扁執政的時候所提出的 新十大建設裡面的國家級藝文 流行音樂中心的其中的一項 所以這個北流確實他遠遠流長 因為他是在2003阿扁執政 大概距今20年前就開始提出這個計畫 那後來經歷了三個總統 就是阿扁一直到馬英九然後到小英 那也經歷了三個台北市長 三個台北市長 經歷了這個馬英九、郝龍斌跟柯文哲 這個北部流行音樂中心才完成選址 設計、興建 然後在台北開幕來營運 那同一時間其實因為流行音樂中心有兩個 一個北部一個南部 那台北的、北部的選址在台北 那南部的選址在高雄 所以現在大家去高雄這個 柏爾碼頭旁邊有一個很漂亮的 這個高雄流行音樂中心這個海音館 其實就是南部的流行音樂中心 那這兩個流行音樂中心 計畫都很早 然後可是呢完工是在差不多時候 就是大概在計畫提出來的20 約末20年後才正式的完工來營運 這中間當然很多故事 那這故事我就折要的來講 首先第一個就是 他們有追加預算的故事 因為當初呢 這個規劃在早年的時候 物價還沒那麼高嘛 所以呢編列的預算 蓋到後來都不夠用 像以這個北流來說 他就有一個問題點是 一開始行政院給的錢就是45億 然後中央出錢由台北市跟高雄市 分別來代辦設計跟興建的工程 聽到阿咪的聲音 阿咪 阿咪也來傾聽我們北流的故事 是是阿咪非常關心 非常關切 這嚴重關切 那這個 台北流行音樂中心45億 蓋不起來嘛 所以後來在柯文哲他做了 在好龍斌做市場任內 他決定呢把北流的北基地 跟南基地分開來發包 北基地有演唱廳 就是這個開演唱會 6000人的場地先做 所以在好龍斌任內的最後一年 2014年的10月 好龍斌就先把北基地發包出去 然後開始蓋 用這個45億 原來預算的規模 那後來柯文哲上任之後呢 他發現欸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南基地要減像發包 就南基地要蓋得很簡陋 那錢可能是不夠用 所以2015年 柯文哲就開始跟中央爭取說 欸我要加錢我要加碼我要最佳預算 那最後呢是在2018年 就是賴清德當行政院長的時候 行政院同意加碼 而且這一加碼加碼還蠻多的 從原本的45億 一口氣增加了三分之一 每三塊錢就一塊錢增加 變成60億 總預算規模60億 來蓋這個北部流行音樂中心 那後來柯文哲在2020年的時候 把這個工程完成 然後開幕來營運 本以為一切就是這樣子的順利 然後是藍綠白共同的政績 殊不知啊 殊不知在整個開幕都已經 剪彩營運的上路了之後 冒出了一筆1.9億的追加工程款 那這筆追加工程款是怎麼來的呢 是來自於柯文哲跟陳包北流的廠商 協調 用調解的方式調出來 那這個調出來大家聽起來說 跟喬出來是不是很像 沒錯確實很像 因為其實基本上 調解就是雙方喬來喬去嘛 喬出了這1.9億 好啦聽起來也很正常啦 其實一般來說發生這個情況的時候 不是就把這1.9億報到議會來嘛 追加預算嘛 那我們也不會阻擋啊 這1.9億給他把錢付掉 不就沒事了 那為什麼會發生問題啊 事實上很簡單 兩個因素啊 第一個因素 柯文哲呢 慣性的先斬後奏 先斬後奏 因為台北市議會呢 向來我們審查預算的時候 有一個議事的規則 就是在議會正式通過預算之前 市府不可以先行發包工程 也不可以先跟廠商簽約 這個是 為了防範啊 市府都一直跟我們議會情勒嘛 就是你先通過 你先去跟廠商簽約 然後你拿著跟廠商簽的合約來勒索 議會說 欸議員啊 你這個預算一定要通過 而且不可以給我們刪喔 不可以給我們減喔 因為我們已經跟廠商簽約了 如果沒有這筆錢的話呢 我們就會怎麼樣 我們就會跳票 我們就會付不出錢來 然後我們就被廠商告 然後廠商就來強制執行我們 所以議員你們不能刪預算 我們不想要看到這種被勒索的狀況 所以我們就規定說 你必須要通過預算之後 你才可以跟廠商簽約 那柯文哲的這個1.91 他根本性的問題就在於說 根本沒有這筆預算 他就跟廠商簽約了 他就跟廠商簽下條件 那所以利息就開始跳表啦 每個月就要給你跳表 80萬的利息出來啊 問題是沒錢啊 怎麼辦 沒錢怎麼辦 柯文哲使的方法就是 去找文化部藥 叫中央來出錢買單 那中央不買單的原因是什麼 也很簡單 因為首先第一個 當初呢 幫你把45億追加成60億的時候 在代辦協議書上已經寫得很清楚 就是這一次的代辦工程的 中央補助的金額益 合定的預算金額為限 就是以60億為限 然後呢 不可以事後再隨便的變更追加 那第二個中央現在不付這筆錢的原因 是因為這筆經費之所以產生 是因為呢 柯文哲在中央幫他加碼到60億 確定說就是60億之後 柯文哲還自己在繼續變更了 北基地的五台附屬工程啊 還有南基地四到六次的變更設計等等 這些種種的變更跟追加 在中央的核定之後的變更跟追加 其實本來就是市政府自己要買單 因為自己要請客 自己要加碼的就自己買單嘛 像高雄就這樣做了 其實高雄流行業務中心也有最後報預算的情況 那最後高雄市政府是自己編的預算 然後送高雄市議會省 然後自己把這錢付掉 那所以中央不付這筆錢 那現在的這個爛攤子呢 這確實是個爛攤子啊 因為80萬的利息已經一直在跳了 已經在跳表了 那所以就會丟回來 那柯文哲他昨天還前天拍了一個影片 他說如果是他用第二玉備金付掉什麼鬼的 跟各位報告 這也是一個謝哲之詞 因為第二玉備金超過5000萬 也是要送到議會來省 同樣你會遇到一個問題的議會會跟你追究說 為什麼我們還沒通過預算 你就先跟人家簽約 為什麼你先斬後奏 好啦所以整個故事就是這樣子 那至於其中的是非屈指喔 我相信所有的聽友 心中當然自有一把尺 其實剛剛前面有稍微點到啦 北流是藍綠白的共同政績啦 所以如果他是一個政績的話 他是共同的嘛 所以我是看不慣那種好的都是自己啊 問題都是別人的這種作風啦 其實說真的 你要選任何職位 你就講你有做的事情就好 你不要說把別人做的好事 都說成是自己講 當然更不要說去否定別人 在這整個過程當中的貢獻 柯文哲在北流的建設有沒有貢獻 有貢獻啊 在他任內南基地發包嘛 然後在他任內南北基地完工嘛 然後成立了台北流行樂中心的行政法人嘛 然後把這個北流的營運弄上線 這當然是柯文哲他在市長任內的貢獻沒錯 我們也不會去否定這個 可是當時45億的預算不夠用的時候 決定要北基地先蓋 這件事情毫無疑問 就是在好農賓任內決定的 因為在好農賓任內 北基地就已經發包啦 就已經要開始做啦 所以你要說什麼 啊因為錢不夠 我新生一妙季 我先把北基地先蓋 再去找錢來弄南基地 這其實講多了 假講耶 因為這其實是你在前任 好農賓任內 就已經拍板來做的事情 柯文哲在這個部分的貢獻是什麼 是他在2018年跟賴清德爭取到了15億的追加預算 所以把南基地按照原來的設計 繼續的來進行 然後呢 他最後其實我必須講啦 什麼叫為德不足 這個1.9億的事情 就是他完全不懂的怎麼處理事情 照理來說 如果說最後北流60億還不夠用暴預算 而且暴預算的原因是因為 你在興建的後期你要因應新的設備的增加 這個市場的變化 所以你又變更了舞台的設計 你又變更了南基地的4到6次的追加變更 你是要把這工程做好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你這1.9億 你看代辦協議書也知道中央不會給你嘛 因為中央就已經講好了 就是最多60億 那這時候你就是自己編列預算 送到議會來審 跟議會說北流需要這1.9億這樣就好了 然後議會通過預算之後 你再以議會通過預算的額度去跟對方做調解 去跟對方去協商 那也許議會當初通過2億給你 然後最後你協商出來1.9億 那這時候就不會有任何的爭議 而且也不會一個月給你跳表80萬的利息 那在這時候你議會通過預算 然後你再跟廠商成立調解 你再把這個錢付掉 然後接下來你要再去跟文化部爭取 那是你的事嘛 你就再去爭取嘛 事情都那麼簡單 那他把這個順序都弄顛倒了 他先跟人家簽了調解 先斬後奏 利息一個月80萬已經開始跳表了 然後他才發文叫文化部付錢 那文化部當然不付這個錢啊 不付錢之後呢 他就說你文化部怎麼回我這麼慢 但事實上就是因為你處理事情的順序是錯誤的 那你我不知道你是不了解 還是不願意遵守 預算審查跟簽約的相關的先後順序 那不過這件事情顯然就是沒有處理好 那沒處理好 然後你不是說你負責嗎 那你說啊這件事沒處理好就好了 那你說說都是別人的問題 我今天還有看到 有一些這個科粉在說什麼 都是你們這些台北市議員 都沒有發現阿伯在這樣子搞 不就是你們台北市議員沒有發現嗎 我想說 不是拍一部影片說 北流你蓋你負責 現在出的問題其實是台北市議員在負責是不是 然後呢拍一部影片 柯文哲說自己是傻人 其實我覺得他政治生涯的最大問題 不是柯文哲是傻人 因為他智商157隨時都一直進化 怎麼可能是傻人 智者沒辦法回答愚人的問題 對不對 他不是傻人啦 他的問題是他把別人都當成傻人 他覺得別人都比較笨 只有他自己最聰明 這才是他政治生涯當中 我跟你講他所起的爭議大概87% 都是因為他覺得別人是傻人 只有他自己最聰明的過度自信而衍生的 所以這1.9億說真的 說真的他不是一筆台北市付不起的錢 台北市一年總預算1600億加基金2000億 這是台北市可以付的 只是你的程序不對 所以導致了現在找不出任何一個單位 有這筆預算可以來付這個錢 那個利息就在那條表 那同樣的問題也發生在台北表演藝術中心北議 我們士林的皮蛋豆腐 也是一樣啊 2.3億2.4億的追加工程款 他不先來議會編預算 他先跟別人簽了調解協議 又是調解 又是調解 柯文哲就是這樣子 他上億這億來億去的東西 他不去仲裁 他不去追求第三方公正單位的仲裁 他也不上法院 請法院來論斷是非曲直 他就只用調解 小金額大金額他都用喬的 那這當然是問題啊 因為如果是小金額一兩百萬 說真的 你用調解我們議會當然接受嘛 因為節省時間費用嘛 可是如果是上億的 你只用調解 而且你沒有一個第三方公正單位來估價的時候 議會一定會問你 為什麼是119啊 為什麼不是115 為什麼不是112 為什麼是2.3億 為什麼不是118 為什麼不是117 議會一定會問這個 所以你這種大額的 你一定要先在議會取得一定的預算授權之後 你再去跟人家簽 或者是你去跟人家簽的時候 你那上面要有一個條款 你要有一個保留條款說 本協議要經議會通過預算後才會省小 才會避免說 我們被這個廠商的簽約 廠商的合約被勒索的這個問題 柯文哲都不做啊 他都不做啊 北益他也是先跟人家簽了2點多億的 調解敲彎 簽完之後 又要講萬安編預算耶 那講萬安上個會期在議會編這筆預算的時候 議會發現天啊 你都沒有經過第三方公正單位估價 就要我們認這個 所以最後議會砍了這筆預算 砍到剩1000塊 那可是對台北市來講什麼後果 就是柯文哲所簽的這個北益的調解 在今年底開始 時間到了如果台北市不付錢 台北市政府就要被強制執行 所以我們議員能怎麼辦 我們就只能被勒索 最後只能被迫通過這筆預算嘛 那你說這樣叫財政紀律 其實我是覺得中間要改善的事情真的太多 那如果說你不願意改善 你說我拍一個影片 我蓋了我負責 但是中間的問題都是別人的錯 那你未來你到底要怎麼樣管理一個國家 你現在參選總統啊 那你能夠用這樣的方式去管理一個國家嗎 還是說以後你面對到立法院的時候 你都要用這種先上車 然後威脅情緒勒索 叫立法院一定要給你補票的方式 來處理你的公共建設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不要談什麼財政紀律 真的沒問題 沒問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